警察勤勿不分昼夜全年无休十分辛苦 尤其夜间执行勿务时安全更重要 因此东副禅室就发想捐赠LED的反光背心给预理警分局的远警 警察勿势24小时不分昼夜全年无休 需要在路口交通指挥执行路检盘查或是各项公示勿务 若在夜间执勿有时候天候不佳 灯光能见度不明等因素 如果同仁的装备能够更加完善 那对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更加有保障 在我们辖区里面大部分的路灯照明都比较不够的状况之下 能够让同仁在执勤的时候能够更醒目 那距离200公尺就可以发现到我们同仁在夜间执勤了 分局长温基辛在原有反光调设计之外 前后更加装了三段式的LED闪光功能 并内建USB插孔式行动电源充电装置 电量充饱后可以维持48个小时 并且200公尺以上的距离就能够清晰可见 让原警在夜间执勤时格外醒目 纷纷响应总共捐赠103件反光背心 来加会每一位外勤同仁 那强化了我们同仁夜间的执勤装备 那我也希望同仁在工作的岗位上继续努力 这103件反光背心加会了玉璃分局外勤的每一位同仁 来强化原警夜间执勤装备 保护民众生命裁下安全是警察职责之所在 其更有赖精良装备的辅助 记者高双双玉璃震采访报道